哈喽,各位朋友们,哈喽,各位朋友们 哈喽,各位朋友们 哈喽,各位朋友们 欢迎收看NIA新著名全球新闻网 我是中文主播洪崇凯 疫情之前离职,可领失业给付 打疫苗宣导片,提醒学生须知 北市内用放宽,认识者免格版 分享来台故事,争鉴极其开跑 疫情之前离职,可领失业给付 台湾疫情爆发期间,许多行业受影响而歇业 劳工遭公司之前离职而影响家庭生计 只要拥有就业保险,就可申请失业给付 政府与人民携手度过疫情难关 打疫苗宣导片,提醒学生须知 为了降低学生染疫风险,BNT疫苗已经开打 疾管署推出五种语言打疫苗须知宣导影片 提供给新住民家长们参考 与孩子一起做好防疫,共同守护健康 北市内用放宽,认识者免隔板 台湾疫情趋缓,台北市放宽餐厅内用规定 台北市长表示,红桌认识的话不一定要隔板 市长也提醒,Delta变种病毒随时有可能入侵台湾 秋冬季节来临,更需要做好防疫 分享来台故事,征建极起开跑 为鼓励新住民投入译文创作 移民署与电视台合作举办 我们一家人 活动征建开放报名到10月29日 欢迎新住民朋友一起分享来台湾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